上一节课的时候,我们大概对云端计算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看了一下什么叫做理想中的Information Technology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云端计算定义了五个特性 大家把这特性记一下 demand self-service,broad network access,resource pooling,reput activity,majored service 这几个的意义,希望大家先把它稍微记下来 在这五个特色之外,我们上次讲了四种部署的方法 所谓的private cloud,public cloud,community cloud和hybrid cloud 像上次同学有些讲说有些界线不是那么的清楚,有些的定义不是那么清楚 不过通常呢,如果说你们在听到人家讲一些这个名词的时候呢 你们应该要稍微知道一下到底在讲什么 那最后的时候呢,有讲到这种三种的service model 就是说到底雲端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大概就分成三种 有人说呢,这有点像是这个,或者说你今天如果出国留学的时候 你到底去租房子啊,在有什么东西 那如果你去租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就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空空的一个房子给你 这个东西呢,就比较像是这个infrastructure 只可以是infrastructure,你要自己去买家具,自己去布置里面的这些东西 这个叫做这个ICE的这样子一个形式 那如果你去租房子的时候呢,房东很好,说这个床啊,书桌啊,这个电视冰箱都付给你了 你可以用,当然不是你的,但你可以用 这有点像是PaaS一样呢,你只要有人住进去就可以了 当然你的这个冰箱里面没有菜啊,你自己要去买 然后这个什么东西没有的话,你自己要去想办法 那最后呢,如果是这个进去之后,所有东西都能帮你这个service 那比方像说,你去住旅馆的话,不但是这些设施都有了 而且呢,就是还有人帮你这个服务的话 你知道很简单进去就是用一用,这个一开的时候什么都不用管 这个呢,就有点像是这个SaaS的这个服务 Software as a Service 那这个可能是大家用的最广的,这个 这个用这个Gmail啊,用这个Google Map啊,等等等等 那我们讲了这些之后呢,事实上有一个最重点 我希望大家可以Capture得住的呢 事实上我们在讲这些所谓的云端计算的时候 重要的呢,不是说底下的这些东西 当然底下的东西,我们有点像是说,如何去达成这五个特色 如何去deliver这些不同这个model 这个service的model 但是呢,其实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上层的这些application 那我们就是从历史上来看呢 其实呢,有一些这个,过去有一些这个历史 包括说呢,最开始的时候,一段刚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这种.com的这个bubble,让这个这个机器的这个工需呢,有点不太平衡 你这个,要创业的时候呢,入门门槛很高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呢,是可以就是,随着你的这个这个企业呢 你自己开公司,小公司,这个到中型企业到大型企业 不同需要的这个机器设备,有没有办法帮你来去provide这样的service 后来呢,这个另外一波的这个兴起呢,就是所谓的这个big data的这个兴起 或者说呢,这个social network的这个兴起 这到那个时候呢,需要大量的一些这个 一些一些一些伺服器啊,需要大量的机器呢 去帮忙做巨量资料分析,需要大量的机器呢 去分析这个很大很大的这个social network 那最新的一个,一波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趋势或者说demand 这对于云端计算的需求呢,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所谓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 这个机器学习啊,人工智慧啊,这样子的需求 另外一个这个方面呢,是所谓的这个5G IoT 那当然呢,这个不同的需求啊,实际上呢 我们会有不同的这个,你会影响到底层的这些这个infrastructure 到底怎么去提供这样子的service 这个上次呢,稍微对了这些topic呢,做一下介绍 然后呢,对machine learning呢,也大概讲了一点点啊,这个 这个可以开了一整门课,整学期的课都在讲这些事情 那但是呢,其实我们的重点呢,事实上在想说 一个对于机器学习来专门设计的所谓的云端服务呢 到底和一般的云端服务啊,有什么不同 2016年以前和2016年以后啊,这些cloud service 到底有哪些啊,不同的地方 前面这边还有座位啊,这边 我也才比较多一点 那很大的一个这个区别就是,实际上这个AI啊或machine learning啊 或者说我们就特别specific来讲 所谓的这个deep learning呢,其实对于计算力啊 computation的这个要求呢,非常的高哦 所以呢,一般的这种CPU啊,其实不太能够足以应付 啊,这样子的这个需求 那,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啊 所以这时候就出现了另外一件这个事情啊 这个叫做GPU啊 Graphic Processing Unit 那以前介绍GPU的时候呢 十几年前啊,我就开始这个玩这个GPU了啊 GPU,以前在玩的时候呢,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GPU 我就会跟他们讲说呢,就是这个显示卡啊 所以,你们在玩Game的时候,玩这些3D游戏的这个显示卡啊 就是这个GPU 那怎么样的GPU,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这个啊 作为这个计算 主要的一个,说AI训练的这个这个这个佛形呢 主要的一个这个啊,工具呢 啊,这等到我们在啊,上这方面的课的时候 我稍微再介绍一下 那这张图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蓝色的线呢,是所谓的这个 GPU它的这个成长啊 就是啊,成长曲线 你可以看呢,从这个90年,2000年,2001年到2020年呢 它事实上,前面长得非常好 那后面呢,就是比较 急速成长的这个scale,不是等距的 啊,但是呢,这个蓝色,绿色这条线呢 是说GPU的这个计算能力的这个成长啊 所以,期待呢,这个GPU呢 可以把整个这个计算需求能够来满足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呢 像是这种AI啊,这个相关的这个service 事实上,我们如果去看几个比较大的这种云端的这个公司的话 我们就列出来大概四个 Amazon,这个Microsoft,Google和IBM呢 都提供出相对应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service 它们叫做machine learning as a service 那 那 这些service呢 你如果仔细去看一下的话呢 你会发现说,其实 他们希望提供这个 有点像是这个PaaS 就是这个 这个 PaaS中间这一层呢 提供的这样子的东西哦 那 包括从一开始的这个资料准备 然后呢,你要做这个模型的训练 以及呢,最后的这样子的一个 deployment 就是你训练好之后 要去把它放到 你要的这个场域里面去 然后呢,你的训练呢 不是说一次就好了 你需要这个反复来训练 因为也许你的这个模型有增加 也许只要有增加 或者这个需求有改变 等等呢 这个事实上不是就是训练完一次之后 就可以一直用的 这个 要不断的在做 怎么来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这个amron呢 他提供了这个事情 那amron呢,事实上 还更进一步哦 他事实上在把 这些东西直接打包成一个一个 就是说你如果 不是只有要去做这个machine learning 而是你想直接使用一些 这个AI的这个service 比方说你想用人家训练好的 这个模型 人家训练好的这个工具呢 直接来用的话 他也提供了很多不同的 这样子的一些这个 这个service 最后把它叫AIS Service 就是 可以帮你去做这个文字识别 可以去帮你去做这个 语音识别 可以让你去 做各种这样子的分析 Translation 把这个文字呢 转成另外文字等等的 所以呢,你可以直接呢 就是用人家好的这种套装的 这样子的东西呢 直接在他们上面这样子来泡 那其他的公司呢 像这个Azure是这个 Microsoft的这个 产品啊 Microsoft靠的云端呢 最近也是起死回生了 就是 有一段时间这个 这个Microsoft的这个表现 好像都被人家这个压子打 但是呢,最近的这个表现啊 就 选择走到云端之后呢 就越变越好了 所以 看得出来呢 它整个这个 Machine Learning呢 也是一个这个流程 它不只是一个 单一的 就是 做Training而已 做完Training之后呢 我要去做这个Department 然后呢 不断的去Monitor 它的一个这样子的表现 不行的话呢 我再去做这个Retrain的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工作 Google 也是哦 IBM的这个也类似哦 那 我们上次呢 大概讲到这边了 就是 另外一个这个应用呢 就是所谓这个5G或IoT的这个应用 那 跟这个Machine Learning不太一样的这个地方 就是 Machine Learning好像是这个 突然 跳出来的一样东西啊 突然之间就有一个 很这个 呃 大家这叫做什么 破坏式的这个创新 就突然这个Disruptive的这个 Invention这样出来 所以呢 这个有很多新的这件事情呢 大家发现说 以前做不好的啊 现在靠这些记忆学习 都可以做的好啊 所以什么事情都来做 那 反过来呢 另外一个这种IoT这件事情呢 其实不是 这有点是渐进式的 是慢慢慢慢的 你会发现 有些东西好像 慢慢的这个不一样了 比方像说呢 比方像说呢 也许你们到门口去 看到这个智慧路灯 也许呢 你去看到一些这个 东西呢 都好像都变聪明了 这个呢 就是 有一个希望呢 过去的时候 然后感觉上 我们都把一些 这种所谓的这个 虽然科技很进步 但是 始终存在一个 所谓叫Cyberspace Internet上 电脑上 这个是一个虚拟的这个世界 那对于我们真实的世界的帮助呢 就是你现在需要什么帮助 你还是得打开手机去弄 有没有什么方法是这个 将来就是 你连手机都不用开 是充斥在这整个环境里面 是到这个physical的这个world里面去 你可以直接来感受得到 它的便利性的 真的是IoT呢 它的一个这个 画的一个这个梦想 将来是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之前的同学有讲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或者说渐渐看来 越多越来越多的事情是什么呢 可能是像这种 穿戴式的装置 可能是整个环境呢 变得越来越聪明 这个有很多的这些这个例子呢 也许等到我们在那个时候呢 可以稍微讲一下 你现在买这些家电啊 可能就会有出现所谓这个 智慧家电 智慧的设备 车子呢 当然也是告诉你说呢 这是这个 要变成是这种智慧的驾驶 甚至是自动驾驶 那医疗系统也是 那整个交通系统也是 那所以最后呢 可能是整个这个大城市呢 都是啊 会被这些所谓的这个IOT呢 的装置呢 啊 来这个这个 布满了这样 不同的IOT的装置啊 好 那 就要想一想 如果要达成这个目标的话 你要 怎么做啊 那云端计算呢 啊 在这里面呢 扮演两个主要角色哦 云端计算在这里面呢 扮演两个主要这个角色 啊 第一个角色呢 其实啊 对于这个 所谓的这个这个 这个 啊 啊 IOT所需要的这些交通量 就变得很大 因为过去的时候呢 我们在internet上呢 的讯息都是大部分都是跟人有关啊 啊 你在人和人聊天啊 啊 你去传一些东西啊 上这个Facebook 然后你去跟人家互动啊 是人来做的 但是到了这个IOT的这个时代呢 这些讯息这些啊 资料传输 变成是机器啊 再来做的事情 啊 所以机器它会不断的送出一些 啊 report 它会侦测一些这个东西 而且呢 这些机器呢 可能本身还会在动啊 所以是你的自驾车 你的车子上呢 可能有一些啊 啊 聪明的装置 然后呢 会把一些讯息呢 收集到的这些资料呢 啊 连上网然后去传 啊 你要想说每辆车都这样做 然后呢 这个校园里面啊 可能呢 这个会传出这讯息的啊 可能也不止一个啊 以后呢 大家每张桌子 每张椅子呢 都来装个这个晶片啊 看能够啊 怎么来帮助人啊 啊 这个房子 这个建筑物里面呢 也是这个塞买的晶片啊 但是交通量变得很大 你要怎么去来做这件事情啊 所以这时候呢 啊 两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个呢 就是网路的通讯很重要 我的这个capacity 就是我的这个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网路 可以同时容纳这么多的这个 啊 讯号啊 互相连来连去 啊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啊 你需要做这样子的这个这个 啊 联络之后呢 你事实上需要一些这个反应啊 你需要有一些这个历史 这个这个反应 那因为这些装置呢 你说啊 埋在车子里面的啊 埋在建筑物里面的啊 放在这个衣服上的 啊 这些装置都很小 哎呦没有办法呢 啊真的发挥这个 比方说他变得很聪明 啊 所以呢我需要其他的这个计算力呢 能够来帮助他 OK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就有人会发现啊 啊 用云端呢 可能 是不够的 用云端可能是不够的啊 所以我们这个IoP的device 我们需要这个啊 low power 电力呢 要少 然后呢 啊 啊 部件的这个范围要广 然后呢这个啊 数量很多 然后必须要有这个所谓这个security 然后呢啊 价格要很便宜 否则这个布的量不能很多 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在这边可能没有写的呢 呃是 种类很杂啊 种类很杂的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呢在这个啊 呃 布在你这个路灯上的这个晶片呢 可能跟布在你这个车子上的晶片呢 呃是不一样的啊 他们可能是讲不同的话啊 呃那怎么互相沟通呢 那啊 你要怎么去support这种事情 这东西叫做少量多样啊 就是以前的话可能大家就是 就是朝全部的这个啊 嗯 主机的这个CPU 我都是用Intel的这个这套系统 Intel AMD的这套系统 啊 所有这个这个这个 啊 手机啊 Embedded System 我都用ARM的这个这个系统 啊 所以这个至少在某个层级上呢 他们是整个啊 是可以互通的 啊 但是呢 到了IoT的这个时代 你会发现说 我为了让 满足这个需求啊 有些东西你可以 固定接电源啊 比方说你的这个路灯上的这个晶片 你可以固定接电源 所以也许 省电这件事情不是那么重要 啊 但是呢 我有一些这个 啊 小东西啊 穿戴式装置啊 也许我没有办法接电源啊 我的这个啊 电力呢 这个需求可能就很重啊 所以其实在整个设计上 晶片设计上呢 就很不一样 那怎么去满足这种少量多样的这个性质哦 好 那IoT的这个晶片设计啊 我们会有一个啊 有一门客去请一些这个啊 请公司来演讲 待会会来做一下预告 那但是呢 在这里面呢 更重要的是 我们去如何去把这些收集到的资料 能够来去做整合 你先收集到了啊 以后呢 可能不是这资料不足 而是资料太多 但是资料太多也是个问题 你拿了这么多资料 你要怎么分析啊 或是从里面抓取出有用的这个Information 抓取出有用的Information OK 那所以有这个Data Integration的问题 有这个啊 Traffic的这个问题啊 这个呢 每样东西都会发出讯号来 都会连上网路来 你这个 终究会瘫痪了 有塞过车的人就知道 这个车量太多啊 塞车就是大家都动不了 好 所以 光靠云端计算是不够的啊 大家就想说 那我们要有辅助了一个 就是我们要有另外一套系统 这套系统呢 就叫做Edge Computing 或者呢 有人呢 把它相对云端计算呢 把它叫物计算 Bog Computing 云和物的差别在哪里 这个问这个小学 自然科学 云和物的差别 云是在天边的啊 这个物是在这个附近的 所以呢 最后呢 com out 一个CSS 可能 possible solution 可能 这个解答呢 就是Edge Computing 我呢 也许应该在 不只是摆这些sensor 收集资料 我呢 应该还要摆出一些 所谓的Edge node 啊 这个啊 端点的这个机器 可以接收呢 这些讯息 啊 可以收集这个资料呢 啊 我不用什么事情 我都直接到云端上去 有些东西 我许在Edge端呢 我就可以把它解决掉了 啊 他要了这个Storage 存这资料 要去把这个啊 要去把这个这个做些这个很快速的这个计算 我呢 直接在Edge端呢 我就可以去把这个事情呢 给解决了 好 所以呢 这个将来一个蓝图就是 IoT呢 这件事情呢 每样东西呢 我都装上这个晶片 好 然后连上网路 这件事情呢 必须要搭配什么东西 我必须要再搭配这边呢 有一个所谓的Edge node 啊 有一些这个小的这些这个终端机呢 想办法收集的资讯 那这些小的终端机 不必像云端这么powerful 但是呢 它也不能够像你的这个 啊 sensor一样 啊 就是很小 它最好呢 能够接上固定电源 但是呢 有时候没有办法的话 这个这个 固定电源这件事情呢 也不是 一定要的 那一样呢 也会有这种少量多量的问题 好 所以整个以后的这个蓝图呢 可能会是像这样 就是有余端计算 啊 你这个物计算呢 没有办法处理 或是呢 你到一个阶段之后呢 你还是要把这个 啊 所有这些information呢 所有到的这个information呢 传到中央去 但是呢 你在边缘的这地方呢 你会有所谓的这些Edge node呢 负责所谓的这些Edge computing 啊 所谓这种Edge computing 啊 去做这种即时的这个 啊 啊 处理 啊 一方面呢 你可以啊 减少这个这个device之间的这种 啊 你可以很快的啊 就马上 连到附近的一个这个机器 然后呢 马上把你处理掉你的这个讯息 啊 一方面呢 你可以啊 这个减少这个traffic的量 不用什么东西呢 我这个啊 一个一个一个 车子上的这个啊 讯息 我要连到这个云端去 我一个这个啊 衣服上的讯息啊 我要连到云端上去 啊 不用什么东西都直接到云端 我可以在local端呢 我就可以直接啊 来解决这样子的啊 一个需求 好 那当然呢 这个东西在啊 就其他各个这些 云端的公司呢 也都看到 这样子的商机哦 所以其实在各个啊 我们刚刚讲到四大 云端的这个provider providers amazon microsoft google和ibn呢 他实际上也会有一些相关的 一些这个啊 东西而且呢 要提供这个事情 不只是这种cloud 他必须还有这种edge端的 所以他其实也卖了一些这种 hardware 这个edge的这个device 我们呢就简单来讲一下呢 我们的这学期的这个课啊 这个 应该是上次的这个 introduction 应该讲完了这个部分啊 所以啊 我们分两大块 一大块呢 我们还是会介绍一下 所谓一些基本的事情 所谓一个 cloud computing里面呢 最核心的一些技术到底是什么 那啊 经过这多年的缩减呢 大概 我觉得两样事情非常不可 一个事情呢 就是叫做虚拟化技术 另外的东西呢 就是所谓的data center的这个管理啊 因为这两个东西呢实际上 对很多人来讲 都还是比较陌生的这个技术 所以啊 值得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另外呢 我们会看什么东西呢 我们会从这个 application的这一个 方面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 到底有什么样的 啊 就是你要让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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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去滚动 你后面要有东西来推他啊 如果这个都没有这些应用 都没有这些需求了 啊你实际上你的这个 石头啊 这是你的这个这个科技 其实不会 不会往前动的 这个介绍起来的话 这个可能跟我那个两三年前 介绍的都一样 啊但实际上呢 这个啊 是不一样的 因为有新的不同的里面出来 所以呢 我们就会根据我们两 讲的两个事情呢 一个就是这个AI和这个machine learning 另外一个呢 就是讲到这个IoT 啊 我在用IoT的这地方 我还挂到一个5G啊 这个事情是 嗯 5G的网络在将来IoT 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为了要 要IoT这件事情 可能化 Edge computing和5G 都是来support它 啊 当然你说5G 有它其他的一些这个功能 啊 但是在我这堂课的时候呢 我可能 啊 用了这个角度来看的就是 从需求面上啊 啊 你如何达到一个这个更理想的一个这个生活呢 啊 或者更理想的一个这个环境呢 那你靠着这个啊 5G和IoT都是啊 把它撑起来的这个啊 技术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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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